阿神ヤ instructions on the story 我想到注意這個為什麼? 今天八月十五 在已知四方美八月十五 一root天皇爬佃타ウア Mountain 先生,年免就一句 來進行結頌 所以八月十五對臺灣的苗文 是很重大 因為一百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 日本才不用臺灣 所以日本雙國台灣一後 臺灣就附近日本的新的統領 所以當時八月十五 到底臺灣人想什麼 很多國家 因為在日本統領之下 韓國 不然說 人家在1941年 和日本來統領醫藥 統領1942年八月十五醫藥 一個一個來選擇特典 但是在八月十五 日本雙國 保衡醫藥臺灣 到底是怎樣 空氣哪個國家 不可以變成一個獨立的國家 所以今天探討 如果有兩種很重大的一個企業 第二 我們對八月十五一天怎麼看 國文黨政府當然 覺得十二十五最重要 因為十二十五 他建造共和政 表示共和民國來共和台灣 但是對台灣人來看 八月十五越重要 因為那一天 是結束建進 法治日本的新的統領 第二方面 他現在的責任委證明 一方面就說 教材說是台灣人是怎樣 所以我們搖車在那個當時 那在日本 李蘇芳先生 他是1942年出生 所以現在 將近九十歲了 他在日本統領時 他去日本 還有做那個地方 做少年工 所以日本建範都在日本 所以他聽到日本天皇的 有因的風潮 他要退位的時候 在日本的台灣人 面對日本的建範是怎樣的看法 所以我們既然他講這個 李蘇芳議員 將一人先生 將前的是 他在台灣 他在1921年出生 九十三歲了 看到沒有 李建立總統是1923年出生 他比李總統他幾歲了 既然我們聽他說 哦 聲音很大 他要來二百四十年以後 國民黨來關於十七年 他都十七年要算了 所以九十三歲要減十七年了 那是實在 他當時在台灣 所以邀請他來說 到底當時台灣人在想什麼 在做什麼 面對國民黨來台灣議要 到底台灣人在想什麼 他二百四十年時 是二十七部隊 在外國中的 造成一個二十七部隊來對通國民黨的問題 所以我們也要說 李千萬高雄 他是這方面 相當研究的 學者 他過去 甚至很多論文 農的說明說 建築國民黨的政權 到底是怎樣來通往台灣 已經二百四十年是怎樣發生的 所以先來說 我們到底一九十五年 日本建範的那時候 那個中間 那是到底在意義 以及台灣是怎麼不可以 真的變成一個獨立的國家 我想李小恩高雄 他的身體的事後面 來解釋 我們來邀請這兩位的先輩 來說日本在台灣 那都是台灣人在想什麼 我先來示範是姚家李小恩高雄 請 謝謝